国民大会代表台北区实施座谈会 是在今天上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 有六百多人参加 座谈会中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工作组主任吴俊才 以反共不是反华 爱国必须反共为题 专题报告 他说共匪企图利用反问大陆的美国人和华侨做传声筒 要是海外的中国人都产生一种错觉 以为反对北位政权就是反对自己的国家 以为反共就是反华 其实爱国就必须反共 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 都应该参加反共反暴的行列